在今天手作單元邀請到了兩位老師 不 應該說一位老師一位學徒 來到節目現場 歡迎到今天的老師我們的天使媽媽 大家好 還有我們今天的學徒我們的豆喵老師 大家好 好 那今天天使媽媽要帶來什麼樣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快樂聖誕照 好 我們今天要進行的是快樂聖誕照 那快樂聖誕照顧名思義 它就是要有一點點那種椰蛋的氣氛 那我們大概需要準備哪些材料 我們基本的打造的材料就是油品 那我們這次油品比較簡單 那因為橄欖油的比例 我們調高到60% 所以在冬天的話 使用的話它事實上是非常滋潤的 所以不是只有硬頸的造型 連它造的比例配方你都調了 沒錯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譬如說聖誕節過後 那裝飾品要收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做使用 那這個油跟氫氧化鈉 我們今天先調和 對 已經氫氧化鈉清種好了 那油我也加溫了 那所以現在的溫度大概就是45度至50度 那就是一樣我們再來把它調淨氣 好 對 然後這氫氧化鈉呢 那我們就是這樣 就是慢慢倒進去然後邊攪 OK 對 就胡亂攪也不用什麼順時中逆時中 不用 高興就怎麼攪就怎麼攪 好的 建議就是前面15分鐘 我們都是很 就是不要間斷 然後就是持續的這樣攪 是 對 那15分鐘之後 你就可以去做你愛做的事情 那我們在這個攪拌的同時呢 我們可以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今天 你這個可以給你學徒攪啊 對啊 我來吧 我們可以聊別的事 好嗎 來 對 那我們去攪一下 好 對 那就是說我們這個聖誕照呢 我們這一次做的聖誕照 顏色是很繽紛的 對 那因為這顏色這麼繽紛 我們通常都會用到就是色粉 我們會用到色粉 或者是用色液 那因為色液的話它容易蘊染 是 對 那所以我們就用到了色粉 它就指明說買色粉就可以了 對 那因為現在手工照材料 它通常色粉的那個顏色都非常的多 選擇性很多 那通常我們聖誕節就是 顏色就很明顯就是紅色 紅跟綠 對 就紅跟綠配在一起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用紅色跟綠色 是 那老師我記得以前我們有跟大家聊過就是很多的這個顏色我們都可以用天然的食材來做替代 對 有時候我看到綠色我就想不到綠茶粉 對 那個顏色就比較深一點點 它比較深 但是它顏色就比較天然 但是會感覺做出來比較不會像聖誕氣氛這麼的豐富 哦 為了顏色 你要就是那個紅就是紅 綠就是綠 對 但是這個有顏色的部分其實不會占很多地方 是 主體還是都是白色這樣子 嗯 對 那這個呢 像這個的話就是很熟悉的 豆腐 對 豆腐的殼子 對 那因為我就是很勤儉嘛 然後 對 我看得出來 對啊 所以我們這種就是有點感覺自己有點像資源回收 就看到布丁很收起來 不要丟不要丟 然後把它收起來 對 然後看到那個譬如說蛋剛好不要丟 是不是這樣繩 加力很大喔 不是還好啦 然後繩起來然後買好的油 你看 唉唷 對 因為最起碼是錢花在刀口上 對 沒錯 那譬如說那我們今天做的 你看 這也是Q的回來啊 這是什麼Q的 譬如說人家送給你盒子是不是 你通常都會丟掉 對啊 那我們收起來 那我們今天的聖誕照就是用這個來做的 就是用這個大小這樣去套的就對了 對 是不是剛剛好 太勤儉了 對啊 我們要跟你學習 對 那這個很好學啊 就是撿起來就好好學 對 然後你看它這個的話就是 它就是很軟的 對 那通常我們有時候會用譬如說管膜 我們做手工的材料會有圓形的管膜 或等等圓形的東西 那我會建議比較軟 為什麼比較好脫膜 比較好脫膜 了解 所以它空氣很好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推出來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攪 攪的時候會到一個程度 我們剛剛之前我們再複習一下 Light Trace Light Trace 對 Light Trace的時候就是說玉米濃湯嘛 對不對 之前滿 輕微的造化 對 就是玉米濃湯 然後再來就是脆石 那是造化 對 那其實那個脆石是什麼 什麼造化 就是那個美乃滋 美乃滋 玉米濃湯接下來是美乃滋 對 然後再來 Overt Trace 是 哇好棒喔 是什麼 換你 過度造化 馬鈴薯尼亞 你看我忠實觀眾 我這樣看下來 你看 你好棒喔 超棒的 愛令的老師 對 對啊 對 那我們今天這樣打的時候 你看到我們這個聖誕照呢 它有分成 是 對 主要就是說 我在這方面 我雖然是 有時候不是很龜毛 這邊就稍微會龜毛一點 我希望就線條直筆 是 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一樣就是會利用到那個香筋 香筋 對 利用到香筋 那這個香筋呢 它會加速脆色 加速造化 對 不然那你就等待的時間就比較短 你等待的時間就比較短 就會比較短 分成就會做得比較漂亮 對 對 那我們那時候就要 那你要幫我加了嗎 你說 不是可以加速造化 那現在很急 就是你接下來要不要進行下一個步驟 對啊 那我們因為這個 你看上去 我沒有想救他 他要醒靈救他 你看他這裡 對 那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其實還要再打一段時間 對 那我們這樣邊打 那我們現在可能要 沒關係 妳現在認真打 好不好 因為我其實只要去看 對 要打這麼快 對 那我們就等他打一下 好 那像我們現在攪到現在 然後你看它已經像玉米濃湯 有 而且整個顏色變偏白耶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調色 那我們說聖誕節就有紅色跟綠色 對 那我們就是先調綠色 好 我們今天就來調綠色 那它這個色粉 因為粉很細 那我們會怕說 它會 譬如說你直接倒在這個罩裡面 它會 不溶解 對 它會顆粒 把它倒在鋼杯裡面 然後 然後我再把這個罩 罩液 拿過來攪拌一下 對 一點點把它倒過來 這樣子 那譬如說我們現在這邊有一點點 那我就用打蛋器弄一點點 那真的是一點點 對 就是很少 還是我要不要給妳一個湯匙 沒有 那因為這樣一點點 妳就很好攪拌 妳就很好攪拌 因為妳越多 妳要攪越久 它均勻融化就對了 對 那我這樣一點點 我就很好攪 而且可以把那個顆粒壓扁 對 真的 就很方便 那我這個時候 我都還沒有加味道 都還沒有加香料等等之類的 那妳看 我像這樣子的話 真的 還可以慢慢 慢慢去攪拌它 它的均勻程度 跟待會兒的味道 都可以這樣來處理就對了 對 通常味道都是最後加 對 對 那我顏色先把它也弄好 你看它現在可以 你看它很細 顏色現在很深 以後我們起來燒一台不夠 我在想說 這個綠好濃郁 對 我會覺得說 這個深會不會太可怕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OK了 好 然後這個顏色調好之後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罩 倒過去 對 倒過來 這一杯 是我們要的 綠色 對 然後我們再來 攪拌 攪拌 好 那妳就不用擔心說 這樣會不會 過勻 對 過勻 有沒有說大概那個 就是那個色粉跟皂液的比例要多少 還是感覺 就是看妳喜歡它的顏色的濃 要濃還是要淺 譬如說像現在妳會不會覺得說 如果太淺 那妳就再加 再加色粉 對 妳再加色粉 另外用另外一個鋼杯再加 那如果說妳覺得這樣子太深 那妳就少加 妳就可以再把這個皂液再倒過來 那我現在OK了 OK了之後呢 我就會加我們要的味道 譬如說我們這 妳是什麼家人 甜蜜家人 甜蜜家人 妳自己研發的 是不是 他比自己 就是味道 那其實 其實我加這個都滿隨性的啦 然後就是稍微大蓋一下 對 好 OK 那好了之後呢 那我剛剛說我們這一個 就是我們 豆腐盒 那它就跟那個 那個這個 PVC盒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它軟 對 妳又拉的時候會很好拉 那我們現在這樣攪好 甜蜜家也有點像哈密瓜 有點像水果 水果香 那我們這樣攪好了之後呢 倒過去 對 我們就把它倒過來 那它這個是綠色的部分 那紅色的做法 就是同樣的做法 對一樣 那通常 我們現在這個是色粉 那色粉它有分很多種 那我都會建議就是說 都是像我這樣 先掃亮去把它攪勻 攪勻之後 我們再加白色的皂 這樣子的話 你會攪的 比較不會那麼清楚 有 我們好像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個漸層皂 其實在調色的方法 大概老師都是這樣來做操作 對 像之前那個渲染皂 那它也是做法都是 我調色都會習慣就是像這樣 那像這樣子的話 灌好了之後呢 紅色的另外也要準備好 然後要入保溫箱 那一樣保溫是要保溫一天 就讓它成型已經成為固體了 對 再放保溫箱 對 那我們才可以做這樣的裝飾 是 我們再用壓花器來做裝飾 好 這樣子 那像這個的話 你看它這就是後來脫模脫下來的 是 那這個其實就是說 它有點不太同這個是用造型 是 對 那我這裡就是先分享一下 就是說 我有時候會做造型的時候 我會用到造型 因為它很方便 譬如說我現在做 我就可以馬上做造型 那這個必須還要再等 是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用手工造流程去做的 然後大家也知道 一般市面上的肥皂 縮短它的製作過程 對 都用造機 讓它可以結合得比較快 凝固比較快 對 那因為今天要做這個聖誕皂呢 上面是有圖形的 那個圖形也是從皂去壓模 對 所以節省時間 那現在老師 我們直接就先做那個壓模的動作 那它失敗率也比較低 對 因為它失敗率也比較低 是 所以說你做不好對不對 那我們還可以再回去煮 我們之前做棒棒糖 是不是有 對 再溶解一次就好 那譬如說你這個如果說做完之後 那失敗了怎麼辦 就失敗了 你就不能再回來壓 只能做回家製造 對 你就會去做別的造型 是 是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像這個地方 我們這邊有很多壓模 對 那餅乾壓模其實有很多種 是 那就是說 看你喜歡什麼樣的 那主要什麼 形狀都可以 只要紅色跟綠色 那就很有聖誕節的氣氛 所以說那我們現在用紅色 那這個 這個造機啊 它很好切 是 所以我可以切到很薄 都沒有關係 它是比較軟嗎 它比較Q 比較有彈性 通常我們壓模我們是薄一點 然後會比較滑 它的感覺有點像是新鮮的年糕 對 比較那個Q度 那個就是新鮮年糕的感覺 對 那它這個 像我這個切起來是硬的 我覺得等一下可以壓一把 真的好Q喔 對 看起來很好吃耶 它有一點點黏黏的嘛 對 就是有一點點就是 就是 不是那麼的滑 那它就是等一下我們黏在這個 盒子上面的時候 它又可以固點 就不用怕它會移動 是 有一點附著力 所以這樣子我們的造機的這個 基本的造 我們先做好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天使媽媽準備了很多壓模 但是這個壓模 聽說也不是肥皂專用的 其實大家 其實肥皂本來就是 它主要是做成一塊 我們把它做成造型 那這時候我們就用到 烘焙的一些壓模 所以這是烘焙壓模 對 或者是做黏土的壓模 都冰乾壓模啊 等等之類都行 那現在據說我們現在都好嘛 那好了之後呢 那我們大家就來壓 壓平 那壓你要的樣子 好 那譬如說我壓這隻熊 你就直接把它壓下去就好 所以你基本上 只要一般外面有的這種圖形 就直接壓它 對 這樣就好了耶 對啊 就很方便 而且它就是說 在操作上面呢 它非常的方便 小朋友這個就可以參與了 對 就是你在做這個聖誕節的 這個作品的時候 你可以這個部分給小朋友操作 他們一定很開心喔 因為這個是我們要 我們備用的方法都香 那你看我們這裡面 是不是還有一個綠色的 對耶 那我要再調一杯 那它這做的還是一樣 那我再調 那就麻煩你們幫我壓一下 所以待會兒呢 可以壓多一點點 好 我們就準備這一些 旁邊的裝飾的這一些部分 待會兒下個階段回來 它怎麼樣可以變成 這麼可愛的聖誕照呢 馬上告訴大家